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相信很多20多岁的女性经常有听到这么一句话吧 那就是女人早要孩子比较好,生了孩子后恢复得也快 孩子长大了你也还年轻,有时间享受生活 那么问题来了,早生娃和晚生娃的女人之后到底会有什么不同呢?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一,事业不同,女人一旦有了孩子,宝妈们的重心几乎都转移到了孩子身上 而那些晚生孩子的女性由于不需要去照顾孩子 就可以将自己的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到工作上 一般这样的女性在事业上都是比较成功的 二,思维境界不同,一般有了孩子的宝妈,几乎在每一天都围着孩子打拽 操心孩子的吃喝拉撒问题以及生活当中各种所说的柴米油盐 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 反观没有孩子接班的女性生活过得非常自由又洒脱 三,交际的圈子不同,生了孩子后这些宝妈们的圈子里 大部分都是同样生有孩子的女性 而那些晚生孩子的女性,学院的人大多都是一些紧跟时代潮流的人士 大家平常讨论的问题也非常有深度有价值 这对于提高能力和见识非常有帮助 看完后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? 好了,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对今天的视频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,咱们下期再见